据日本共同社报道,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,后任驻华大使西宫申一,今天上午8点45分左右,在东京都澀谷区的自宅附近,突然倒地昏迷,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。 日本政府11号决定任命西宫申一,接替丹羽与伊朗为新任的驻华大使。